哈喽朋友们 我下班了哈 就是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在我评论区里面问我 到底是多少个工作 一直在猜 今天给你们整事恢复一下嘛 其实我当时影片是这个姨妹前台的一个岗位 然后上了一个星期的班 后面我们那个服装张罗谈华 他就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专钢 就有三个章给我选择好 第一个是这个咨询室 第二个是那个KF 第三个是这个侯庆 或者是技术杠的这个岗位 当时他又说 嗯 你是影响挺好的 长得也挺乖的 人来也挺精英的 他说他觉得我应该可以尝试 做这个执行室这个岗位 当时我就说不行 我说我不适合销售 我这儿不行 男儿不行 我一直在勾定自己嘛 他就跟我沟通 他说 你先不要说自己不行 你要先去适当下才知道自己行不行 他说如果后面我实在是不行的话 就不然后庆就可以了 反正就听他这样子 你说的话 我就想的是 哎 既然这样子 都有人答应我 带我这个小北 然后我就去学一下嘛 反正 现在我的根本就属于 前台资讯主页 而且我们的结果 这件事都特别的好 他们远离打我 远离交往我 就是我不懂都会问他们 很有耐心给你们看 这个时候我准备笔记 最近在学习嘛 多了很多的笔记 反正我还挺亲 我觉得我肯定是有比 要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去接触不一样的岗位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 因为这个岗位 他都不会找人了 他只是让我去转岗 他都不会重新找这个职位 这种俗事 而且我怎么小北都有人教 我觉得真的很好 现在我要去租房了 还是先把这个快递给拆了吧 买拖把到了 这个感觉好方便呀 他这个是拿来刮头发呀 刮头发呀 刮拿奖 就挺好的 挺好用的 现在这个卫生间 头发就很多了 这样子刮一下 水间 就干净很多 还是挺好用的 我刮这个方便呀 我临时刮那个柴 炒的五色 实在是不想吃那么多 感觉炒的不是很香 有什么味道 现在外面天都黑了 我要去收拾一下 收拾收拾等他就睡觉了 滚 真的要滚啊 我都已经熬了 有一个星期的夜了吧 经常心思 晚上12年多 才开始睡觉 然后我们上班的地方 中午他哪也不能 有不能逃到去睡觉 就只有那种 趴到这个肉围上睡觉 每次睡来也睡不着 因为我又人来的 难受哦 今天 真是吗 所以一个招脚 这个夹子 这个夹子 是我从小春那里耗过来的 他说9块9 一大把 现在已经把妆卸完了 今天早上因为昨天没化妆 被我们那个 拧到皮去呢 他让我作为前台一定要心想好一点 所以说 以后都要每天坚持化妆 拜拜咯